你饿了吗 我饭好了 大家好 您现在关注到的是我们饭好了的节目 那我们是这一期的节目主持人 树维 同时我们也是这一档节目的美食小学徒 为什么这样来讲呢 因为这可以说是在厨神界当中厨神来了 我们的斯迪文老师 欢迎您 我觉得我只是一个高级美食爱好者 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做菜的点点的意义 因为毕竟看这个节目的人都是喜欢做菜 喜欢生活 可是我更加觉得说 作为一个厨神 你不单单有道的是这种精湛的厨艺 你知道最让我兴奋的是什么吗 是什么 是你有一个这么帅气的身材 帅的人当饭吃 这个还是得把饭做好 对啊 可是你想想一个男人又帅 做饭又好 然后各方面这么的完美 我真的觉得说这是 我在你的这个旁边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 好吧 那我就接受你的这个赞赏 好 那今天呢 其实幸运的呢 不单单是数为一个人 包括今天咱们还有一对幸运的家庭 对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的第二现场好不好 好 嗨 大家好 嗨 第二现场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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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好漂亮 是女朋友呢 还是 女朋友啊 女朋友 那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好不好 我叫孔庆峰 然后我是一个摄影师 哦 摄影师 嗯 好 一个号 我叫刘佳佳 我是艺术家 艺术家 艺术家 两位艺术家 哇 我是画画的 对 画画的 哇 平时在家里头喜欢做饭吗 喜欢啊 喜欢 那都经常谁在做呢 他做的比较多 看来真的是一个特别好 而且又漂亮 又充满着艺术气息的女朋友 那今天有没有想在我们节目当中 了解一些什么样的美食呢 其实我是第一次做这个乌鸡汤 其实史蒂芬老师啊 我觉得说他说的这个汤特别好 因为你想想 这几天在北京的天气来讲 风就会特别的大 然后呢就感觉说 整个人从外到内的都会特别的干燥 而且能见度不是太好 对啊 所以我觉得说汤来讲的话 其实对于身体当中 这个季节还蛮适合的 我觉得汤水汤水啊 虽然就是大家觉得 好像就是只是一碗汤 但是其实呢 它里面大有血味 做汤来讲 对于你们简单吗 对 还好吧 对 还好吧 可是今天啊 我有我们的厨神 来教你来做汤 开不开心 开心 非常开心 那我们作为乌鸡汤来讲的话 都需要哪些食材呢 其实呢 食材不外乎是你的主料 那我刚才讲的 除了乌鸡以外呢 白鸡也 除了乌鸡 我们说这个主料之外 还需要点其他的什么呢 还就不懂了 对 我今天准备什么 我今天准备淮山 淮山 罗汉果 罗汉果 还有一般家里常见的就是 红枣啊 跟枸杞啊 清风 你家里头有这个 史丁文老师说到的 他已经动起来了 动起来了 连速度好快啊 找到了红枣 然后找到了这个 龙汉果 然后还有这个 这个红的是什么来着 突然想不起来名字 狗鸡子 对 所以如果说电视机前 有很多的观众朋友 哪怕是说 我们在家庭生活当中 你不做汤来讲的话 我也建议大家说 多吃点枸杞啊 多吃点红枣 对于女性朋友 会有很大的好处 好 史丁文老师 刚才您介绍这几种食材之外呢 还需要哪些呢 其实接下来就是 非常重要 就是葱姜蒜 葱姜蒜 葱姜蒜 这个家户都会有 对 家户都有的 或者一些香菜啊 那一些料酒啊 其实炖汤炖汤嘛 那最重要是把这个 所有的这个养分啊 然后所有的这个 精气层全部汇聚 在这个汤水当中 喝下去的时候 尤其像这种天气 哇 暖暖的 另外我告诉各位 如果说你想做出来 美味的汤的话 咱今天还有一个发布 这绝对是福利 福利来了 福利来了 而且这个福利呢 会让你每个人的 做菜梦想成真 对 这就是 我们饭好了的食盒 在这里呢 我告诉各位 真的 精心打造 精心打造啊 来 我放在这边 给大家打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刚才咱们说到的一些 比如说我们的食材啊 在这里面全部都有 首先呢 这个是污姬 然后污姬处理好的 然后你拿回家之后呢 直接就可以下锅了 这个是红枣和枸杞 这是我们的条件包 您就可以从整个食材的 加工啊 生产啊 包括送到您家里 一系列的不同 追踪 对 非常 透明 对啊